我们再用这个表来总结一下轻拙和四声的搭配 全轻 现在我们看一下 普通话的四声是怎么演变来的 首先是平声 根据声母的轻拙 轻声母的东通变成音平调 而拙声母的东隆变成阳平调 赏声的全轻次轻和次拙声母的字仍然保持是赏声 而全拙声母的字比如东变成了去声动 去声不变仍然是去声 而普通话的入声比较复杂 全拙声母比如dog变成了阳平 而次拙声母的log变成去声 而轻声母的入声字变成音平阳平赏声去声的都有 归纳起来 普通话的声母变化包括了平分阴阳 全拙赏变去和入派四声 另外再看全拙声母 因为全拙声母发声了轻化 对于色音和色擦音来说 平声变成了送起音和次行一样 而则声也就是赏去入变成了不送起行音 和全清声母一样 比如dog生母变成了t 而dog动动动生母变成了d 这样一来 原本的全拙赏声 全清去声和全拙去声 也就是dog动动 三个不同音的字 现在都变成同音的动 我们再看一下广州话的九个声点 都是怎么来的 它的变化就是平赏去入 各自根据声母的清拙 分成了阴阳 也就是说 中古轻声母的调 变成了阴平阴赏阴去和阴入 而中古拙声母的调 变成了阳平阳赏阳去和阳入 另外广州话的阴入调 根据韵母的长短 分成了上阴入和下阴入 这就是广东话九调的来源 另外有一部分全拙赏声字 也和观话一样 没有念成阳赏 而念成了阳去调 我现在来举几个声调的例子 比如声调的这个调字 中古有平声的dial 和去声的dial这两个音 现在分别变成了调和调这两个音 男女瘦瘦不轻的这两个瘦字 本来一个是去声就 一个是赏声就 因为这个声母是全拙的长母字 全拙赏变去 所以现在这两个字都读了去声寿 再看赏声的代表字 上这个字 中古一般情况下是读赏声的讲 这又在表示天子 比如皇上上欲的时候 才读去声降 现在讲降这两个音 也都变成了去声的上 再看霞母的下字 本来赏声阿 是表示夏商周的这个下 而去声阿 是表示春夏秋冬的这个下 现在也读成了同音 去声这个代表字去 中古一般是读kir 但在表示去除这个意思的时候读kir 也就是说到普通话应该是读曲 但这个音已经不再用了 这个别字在中古有两个音 一个是全拙的biet 是表示离别的意思 而另外一个音全清的biet 是表示区分的意思 这两个音都是入声 全入的biet 变成了阳瓶别是正常变化 而全清的biet 也变成了阳瓶 这样这两个意思 也就变成同音了 再看e字 本来有入声的e表示变异的意思 还有一个去声的e表示难异的意思 现在这两个也都变成同音了 因为次拙的入声 也是变成去声的 现在我欢迎大家能来做一个方言调查 也就是把前面视频里的16类例字 都按照自己的方言读一遍 看一下他们在您自己的方言里 是如何演变的 分成几类 把结果发在YouTube里 这个视频的评论里 如果有个别的字 在您的方言里不知道怎么读 这没有关系 格式可以按北京话这样的复制过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